现在在亚洲地区的年轻世代 对于就业有自己的坚持 我们先从数字来解读 像在大陆青年的失业率 大约是21.3% 而在台湾相对比较稳定 不过年轻人很在乎工作的品质 而至于南韩 目前是有大约超过两成的青年 还没有进入就业市场 是纯休息的状态 这些年轻人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 所以找不到工作 而是还没有找到自己满意 跟喜欢的工作才选择来待业 就算进入职场之后 他们也不能够接受无理的加班要求 双尔球职指导博览会 毕业新鲜人睁大眼睛 但他们的热情一下子就被交袭 在南韩工作到底多难找 刚从顶尖大学毕业 丢了上百封履历 却连面试阶段都到不了 好多工作少就算了 现在连AI也来抢饭碗 首尔德城女子大学宣布德语和法语系顶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 不同语言之间的自动翻译变得越来越容易 这对于外语专业产生了冲击 不过眼高手低追求高薪轻松 恐怕也是南韩年轻人 找不到心仪工作的原因之一 例如制造业就没有新鲜人想做 但愿意找工作已经是比较积极的一群 摊开南韩青年失业率虽然不到6% 但恒大一群15到29岁 不就学不就业也不接受职业训练的尼特族 并没有算在里面 南韩经济研究院上次统计是2019年 当时5000多个家庭抽样 高达22.3%今年 是没有正式经济活动的尼特族 比例相当惊人 或许是想躺平 或许是工作形态转换 新的工作模式包含越来越多人斜杠 外送甚至当YouTuber 今年第一季南韩兼职人数55万 年增超过两成 而这种兼职潮 中国大陆也越来越流行 大陆青年失业率 疫情后竟然还上升 高到北京盖牌 农民工在大城市不好混 这位朱先生干脆搬回老家务农 顺便带货 百万追踪 天天开直播 买烟熏培根 收入大大增加 而亚洲就业状况表现优异的是新加坡 就算就业市场降温 失业率也只是从2月2% 微微上升到3月2.1% 劳动市场稳定 其中一个原因 是政府急躲因应 新加坡人力部旗下职业顾问机构 不等劳工失业 预先伸手帮忙 早早规划好 枝丫下一步怎么走 帮助许多人 求职不再迷茫 换工作空窗期 自然也变小 DV新闻做话报道 日元的汇率最近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像是昨天对美元的汇率是一度跌到了160 不过在今天下午又突然紧急回升 升回到155 外界认为这很可能是日本的央行进场来干预 不过日元整体来讲还是持续在疲弱的 而经济学家就示警了 这等于就是对整个货币市场拨满了汽油 亚洲的货币大战随时都可能会发生 不过对于台湾来讲有一个好处就是 半导体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所以日元持续贬值 其实有助于降低成本 宣布利率连六栋 美国联准会最新利率决策 一如市场预期按兵不动 但重点在接下来的这些话 联准会为降息保留空间 也不认为美国的通膨高到降不了 这足以安抚市场 但问题是美元利率还在5.25%到5.5%的高位区间 和许多亚洲国家的货币利率仍存在巨大利差 美元可能还会偏强这样的情况出现 其实就是对新市场国家的一种抽血 目前在承受贬值压力的人民币不乐观 今年已经贬了10%的日元 更是长期看弱 就在联准会决议后 传出日元汇率在纽约周三交易日晚间 一度从157.58日元 积升到153.04日元对一美元 被怀疑是日本央行再度出手旧汇率 毕竟要是再扁下去 对日本民生压力会更大 今年就已经够惨了 明明是日本今年最长的黄金周连假 但是大家出游绑手绑脚 因为真的好贵哦 负担不起出国度假 改成原地轻旅行 餐饮业者也是硬着头皮 扛着涨价压力 做一天算一天 像是这一间卖汉堡牌的店家 用的都是进口的美国牛 几乎可以说是卖一份就赔一份 什么都涨一点 大大压缩了日本人的消费支出 过去的小确信 是现在的大奢侈 而对外国留学生而言 日元贬值似乎也是必大于利 像是这位大陆留学生小猪 每年的学费大约是54万日币 现在直接少一成 但问题是他在当地打工 每个月赚的8万日币的零用钱 也跟着一起缩税 根据统计 日本这个月即将涨价的食品平均价格 涨幅达到了31% 是自2022年4月以来 首次超过30% 这种日元狂扁的趋势之下 唯独外国游客最开心 整个音座都是逛街人潮 3月的免税品销售额 比去年高出了2.4倍 珠宝金品等高价商品 照样热卖 能花更少买更多 观光客大撒币 但这是因为本国货币疲弱 带来的消费热潮 恐怕是短多长空 专家认为日币长袭走弱的趋势 若不改变 就会流失经济和人才吸引力 只是汇率毕竟是相对的 在美元持续走强之下 其他国家势必呈现走贬压力 尤其在亚洲恐怕都是有苦难言 现在只能等待降息讯号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最来关注是力挺巴勒斯坦示威的浪潮 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面是遍地开花 目前总共是有1600多人被捕 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已经有警方进入驱离清场了 而在加州的UCLA 甚至是宣布要暂时停课的 过去几天都出现了 蛮多火爆的场面 而另外是很多的警民冲突 也在全美多达25个州来上演了 不过众议院最近是通过一项新的法案 要来打击大学校园里面的反犹太主义 巨大爆炸声响彻云霄 纽约警察攜带的随身摄影机 拍下清场割大校园过程 他们搬来电锯破坏 映入眼帘的是层层桌椅障碍 在往里走还有更多家具堆叠 警察只好又拿出其他弓箭道具 不过这还不够 你没有听错纽约警察真的在校园中 动用闪光弹分散注意 这段攻坚只花了16分40秒的时间 就抵达学生占领的位置 当时一度有学生试图冲向警察 随机遭同伴制止 其他人则高举双手没有激烈反抗 事隔一天哥伦比亚大学恢复宁静 清洁员忙着移除碎玻璃 空拍镜头也显示校园草坪 只剩下一块块四方形的痕迹 所有帐篷都被清光 不过白天还是有各大教授和学生 高呼警察下台的口号 认为尽管被清场还是写下历史 但纽约警察人认为 这次学运恐怕有外部势力介入 像是学生摆放障碍物的方式 似乎就有高人指点 可以确定另一个示威地点 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证据显示很多根本不是学生的人 前来校园捣乱 他们有的刻意朝帐篷中 燃放烟火还乱丢 三角追异物 现场陆续有人遭到波及 还有人脸部流血送医 身为名校却出现蒙面人 自以为玩格斗天王打架PK 更夸张的还有这段画面 两派民众好端端辩论 却有不明人士伸长手朝眼睛喷洒一体 导致现场又陷入打乱 更多警察进驻加州校园 没想到耳边传来熟悉口号 有民众对警察欢呼高唱川普的名字 因为前一天川普可是大赞清场行动 川普支持强力手段驱散 但CNN也分析这些话 其实都有选举考量 在哥伦比亚大学之后 轮到加州UCLA情势升温 还再次宣布停课 示威者到了深夜都没有撤离迹象 当地时间周四清晨四点左右 加州警方开始拆除UCLA设置的营地路障 随后示威者开始逃窜 维安警察再度出动就地带人 点新闻综合不到 现在就业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人 除了正职工作之外 在找寻接案的机会 以年龄层来看 又以41到50岁这个族群是最积极的 运用专业来接案的占比 是有32.6% 是各个年龄层当中比例最高的 不过想当自由工作者其实也不太容易 必须要具备像是业务能力 自律跟自主学习的能力 尤其在时间控管上要非常积极 另外也得有心理准备 所有工作都是自己独立完成 得忍受孤独感 上加班刷卡是每个人来公司必须做的事情 不过想要摆脱这样束缚 很多人都会开始想要从事自由工作者 不过要成为自由工作者 除了自己的专业技能之外 最重要的还得非常自律 上班族一到公司 完成自身的例行工作 还有主管的交办事务 每天朝九晚五 有可能得加班 有些行业可以获得年年加薪机会 有些也会面临难以升迁的窘境 要享有突破就得转换公司 甚至也有不少人开始转为自由工作者 像我出来 其实最多人做的就是媒体公关 对 因为我以前是在电视台 我要怎么做到说 可以跟这些媒体公关不一样 我那个时候跨的是电商 以前工作的关系有累积一些人脉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 真正是自己这样有一个专业 然后想自己出来接案的话 我觉得前期的不稳定 是要必须自己扛的 最少要留个半年的资金的流转 就是你要看自己的户头 这半年我可以无忧无虑的活下去 Emma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转为自由业 从事行销媒体公关 刚开始也遇过阵痛期 要自己拉客户 管理金流 经营一年半的时间 也步上轨道 其中最大的秘诀 就在于要有很高的自律 还有学习力 自由业最重要三个人力 第一个是业务力 第二个是自律力 第三个是学习力 对业务力其实就是你要去拓展客户 因为就像业务一样 你要必须要有 我觉得有业务力 你的起跑会比一般的自由业 没有业务力的高很多 随着就业市场越来越多元 非典型就业的人也逐渐增加 根据人类银行调查发现 年轻族群21到30岁 运用专业切案占30.9% 经营个人社群当网红比例26.7% 而在31到40岁 运用专业接案则占27.4% 反正41到50岁族群 专业能力接案比例最高 达到32.6% 如果是在25岁到44岁 这中间的区间 应该是在职场上面正值的主力 所以这个自由工作 想要接案当老板的比例 是稍微低一点点 可是在年轻族群 就是25岁以下 45岁以上的 那他们的接案 或是做非典型雇用的比例 其实是比较高的 112年的资料 其实我们的非典型雇用的员工 来到了80.6万 所以这个年对年的增长 跟11年比起来的话 大概增加了8000人 增加了1.08% 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趋势 其实还是有变多的 自由业者也依照职业特性做划分 其中以临时短期工作为大宗 如果依照专业能力来分类 像是营建工或是文字工作者 设计类相关行业 自由业的比例也比较高 专家分析要成为自由工作者 除了有自身的专业性外 社交的业务能力也很重要 如果他专业力不足的话 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做接案 或是创业当老板 自己应该还要很有纪律 直接是要自己安排的 安排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不自律的人 那你可能早上想说 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做 那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你自由工作者 有很多的事情 全部都是你一个人要做 第四个就是你要 可不可以克服你的孤独感 那第五个就是你的财务的规划 不过不同于公司雇约关系的上班族 自由工作者没有福利 劳健保也得自己规划好 就业风险管理 自行投保工会才能有保障 如果雇主的情况底下 你很多的保险 肯定没办法参加 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业保险 你就不能参加就业保险 万一你失业了 也就是说你一直接不到案子 没有收入的 很抱歉 你问你失业给付 如果你要加入劳保 你必须透过职业工会加保 那透过职业工会加保 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必不管你这个月 你的接案子的金额是多少 你一定要用全时的工作者去加保 换句话说 你的投保薪资 一定要在基本工资以上 要转为自由工作者 最重要还是得评量 自身的专业能力 以免让职业少了一份保障 TVB的新闻 于新海流军台北采访不到 网络购物越来越盛行 而品牌也积极布局 投入上亿元来自建物流系统 像是CV11是在桃园航空城 来打造大型的智慧物流园区 而全家则是在新竹湖口 跟台中大度也有自己的物流中心 目的就是希望透过比较完整的通路后勤补给 可以控制库存量 来避免缺货流失订单 等于就是提高消费者的黏着度 也降低长期的营运成本 进而带动获利向上增长 桑竹管理系统讲求高效能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确保零失误 精准掌控订单数据把关品质 这家零售业者位在桃园的物流中心 还要再扩增同时系统升级 整箱因为移动需要比较大的距离 我们现在想把它改变成货来救人 现在是人去救货 因为是整箱的检举 所以就透过系统在那边货来救人 之后再透过机器手臂去做堆叠 投资物流跟扩张是完全就信息相关 扩建厂区和设备投入的资金 可能数千万甚至上亿元 但为何要做 因为物流中心就是通路后勤补给 也是秘密武器 所以电子商务的事业 要发展到什么境界 一定要有好的物流系统的资源 根据经济部的资料 统一舱箱将斥资235亿元 在桃园航空城打造大型的 智慧物流园区 预计是在2027年的第四季 将会启用 无度有偶全家便利商店 也向经济部递交了 物流中心的投资案件 将在新竹湖口投资32亿元建造 也显示便利商店 对于物流中心的投入 越来越重视 不只如此 今年正在前置作业中的 物流中心促餐案已经有期间 日估金额将增至305亿元 不论是建树与投资金额 都是写下历史新高记录 也是因为消费习惯的改变 网购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让业者嗅到商机 放眼未来虚实整合 得要做的更全面化 实体跟线上一起结合 就虚实整合 在这种情况之下 物流系统就变为更为的复杂 所以很多大型的零售业者 为了掌控订单处理的效力 物流服务的专业 跟物流服务的品质 所以都开始建立自己的 物流系统 自己去成立物流中心 因为这是现在竞争的利器 我们的商店因为开了很多 一缺货刚刚讲一缺货 消费者就跑到旁边的商店去了 所以现在连锁店都希望说 它的物流中心比别人强了 它就可以及时的送达 现在的物流中心 它不只是传统的B2B了 不是只有它现在是B2C了 到最后一里 所以最后一里的时间上 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 货备的足够是基本确保 不会因为暂时卖完而流失订单 同时还要拼及时吸引服务品质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 自建物流链可以减少沟通成本 最后一段应该都是剩下是人 就是跟人的互动 我们可以把时间放在这个地方 那商品货物这些东西的变 各种改变 升级 创新 都可以在物流中心处理 这样是最好的 你没有办法想象 这件事情要在一个单店里面处理 或者说你有一个创新的思维 想要开出一个不一样的电信 包括OMO 这些货的流向 都需要通过物流中心 像AI未来发展的前途非常的大 以很多业者来讲 就开始要思考 我怎么样把这个智慧科技 导入到我的物流系统里面去应用 包括就是说AI 机器学习 包括物联网 包括区块链 包括银端硬算 甚至有的在实验 无人的硬搬车 有专属的物流系统 不必受制于人 倒入智慧化设备 部件工作 再不提前部署 就怕跟不上市场竞争 特别新闻 李延志正尔宣台北报道 讲到台湾的科技园区 过去龙头一直都是 新竹科学园区 不过现在南科 因为有三奈米制成产量的稳健支撑 在疫情之后可以说是逆势成长 像在去年度营收是正式的超越竹科 而这似乎也带动了当地的薪资成长 像去年台南的平均月薪 已经突破四万块 等于是正式超越高雄 甚至快要跟台中并驾齐驱 谈起台南这几年的发展 土生土长的林小姐非常有感 刚出社会本想在家乡制产 苦于资金不足 现在有点钱了 想回头在台南购屋 却发现受到南科园区的带动发展 现在的府城竟非昔比 然后现在有一点小急需 想要回去投资的时候 发现那边的房价 其实已经涨到 有点可怕的地步了 林小姐表示 十年前本想在南科附近行政区 添购房产 现在回头看 周边的房价早已涨翻天 林小姐更进一步点出 周边的生活机能受到南科影响 有着显著提升 自己身边不少朋友都在南科工作 薪资待遇比起一般行业来说 都有不错的数字 我姐姐自己也在南科里面工作 那她最近的情况是一直框架班 就代表南科她里面的产值 是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她才需要这碗忙碌 那当然忙碌是很辛苦 相较之下我也看到她到处出国 或者是一直有一些 她自己的休闲活动 代表她同样在薪资上面 应该有达到一定的水平上 南科的增长从数据可见一般 根据科学园区资料 在2023年整体营业额 3兆9,439亿元 第一名是南科的 1兆5,855亿元 年升到6.88% 第二名是竹科 全年1兆4,201亿元 衰退11.98% 第三是中科 9,384亿元 衰退19.78% 南科不仅是唯一逆势成长的 科学园区 也是首度击败长年的龙头竹科 月升科技园区之首 南科周边行政区的房价 其实目前观察时加登陆 目前新岸成效行情 都有来到三字头以上 尤其是集中在新市 三化安定这三个行政区 南科带来高科技人才 而让这些区域的产品总价 也可以稍微的提高一些 为何南科可以在逆势当中超越竹科 专家点出2023年原物料涨 通货膨胀 终端消费需求 还有企业投资动能疲软 全球异后的经济复苏力道 不如预期 导致园区营业额衰退 但南科有着机体电路产业 三奈米制成投产放量稳健支持 连三年成长创新高 南科的兴起带起了周边效应发展 台南还有生计园区 还有绿能永续园区 而且南科半道理重镇 才刚刚发芽 未来还有可能带动周边的环境 包含金融 法律 顾问 百货休闲等相关需求 新壳重划区指标建案 未来后市看涨 这三个行政区 都是属于蛋壳区 所以过去的房价 机器比较低 所以涨幅会比较高 区域的科技人才的加持 让刚性买盘有所支撑 再加上未来性相当足够 也吸引了建商的相继进场 那也让这个区域房价 水涨超高 南科的强劲跟带动薪资全掌 人力银行调查近三年六都平均月薪显示 台南2021年平均月薪3.7万元 2022年涨到近3.9万 年轴率5.23% 仅次于新竹县市的5.38% 2023年台南平均月薪 直接冲破4万元 来到40310元 根据111人力银行薪资公称统计 三大科学园区当中 年龄31岁到35岁的硕士毕业生学历 逐科平均48742元的月薪 仍旧是第一 南科以47105元紧追其后 中科以45107元位居第三 其实他是已经赢过中科 那再加上他已经激起直追 其实慢慢的接近了 北部的平均月薪 5万7152元 那这南北的薪资差距越来越小 再加上在北部生活的成本比较高 房价也比较高 那就吸引一些南部的精英 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做工作 那当然也会吸引到一些本来就在北部工作 或者是本身就是北部人的这些就业者 科技力道带动区域 南科靠着小小三奈米制权 逆势成长成为台湾科技园区的新龙头 第一片新闻杨清波 来源民台北资本报导 而台湾的香菇产量现在是持续在下滑 几个原因 包括极端气候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 不利于种植 另外就是栽种技术 还有菌种弱化 不过农会现在呢 他们积极在做的就是另辟新的菌园 希望能够有新的品种 来维持整个产业运作 香菇鸡汤有香菇提味 味道更香甜 杏鲍菇香肠 杏鲍菇水饺 吃起来口感Q弹有层次 菇类是台湾重要的料理食材 香菇要经过烘干 像这新鲜菇 这新鲜菇刚才讲过 要10到12斤新鲜菇 才烤成一斤干香菇 您知道香菇是怎么生成的吗 我们来到养菇厂 放眼望去地上一整片 一个又一个的太空包 就是香菇们的家 新社这个太空包 大概有一亿包 新社有19个制包厂 在制造这个太空包 再给我们新社的 400户的菇农 来种植香菇 新社为什么这么适合 香菇生产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 台阶地的地形 我们日夜温差非常大 它大概适合生产温度 大概就是23度左右 这个菇怎么采 拿起来你看这大小斗 对不对 我们就挑大的采就好了 它抓着脚 抓着脚 对 抓一跌一跌 往旁边折搬下来 搬下来就好了 来 采菇品出好不好 你闻一下 记住这个味道 它是淡淡 几乎没味道 这场会有一个闷到的味道 就是这样子 就是最好的下去 好 采菇真的很特别 新社这边因为气候 还有地形的先天条件 很适合香菇的生长 不过近年来因为气候变迁 还有菌种弱化 香菇也面临到减产的问题 香菇面临减产危机 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气候变迁 第二是木屑品质 您可以想象是种香菇的土壤 最后是菌种弱化 以前用的那个品种 大概是用了应该有三十几年了 理论上的话 应该是十年以上它就退化 产量大概从一包 鲜香菇三百多 降到现在大概只有一百多 另外一个就是气候问题 因为气候变迁也蛮大的 像以前我四十几年刚来这边的时候 十月份就很冷很冷了 现在都十月十一月都还不怎么冷 其中菌种弱化是香菇减产的关键因素 菌种是无性繁殖而来 经过扩培重新细胞分裂 会有弱化疑虑 面对减产内优 价格上扬 消费量跟着萎缩 农会近年来积极寻找菌种 努力让价格回稳 为了协助孤农克服菌种弱化问题 台中八个农会与台农合资 成立生技公司 计转农事所一体菌种技术 让菌种维持先度和活性 也跟日本刚才合作 我们希望引进日本抗热型的菌种 因为现在气候越来越热 希望引进日本抗热型的菌种到台湾来 看以后进冬这方面会不会好一点 看那个产量 看会不会慢慢再挥舞 以前大概我们 一年大概平均应该有5000公吨左右产量 现在应该大概剩下 差不多3000 另一方面 为了克服气候变迁 青龙透过水帘降温设备 让香菇在温室里成长 那相对的我们已经提供它比较好的温度跟湿度 所以以前传统的为什么只能放地上 因为他认为地上可以给它的湿度比较好 温度的保护也比较好 那我们在温室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整间温室就是一个 我们都已经控制好的东西 它的产能大概我们目前看到的太空包的产能 单一个太空包的产能 大概是外面的增加大概15%左右 那它的品质会比较好 因为它里面的含水率比较高 面对产量下滑 带入新的郡种繁殖栽培技术 努力精进产业 台湾沽农才不在 蓝售香菇 TVBS新闻 李延之王后与台中采访报导 不过讲到极端气候 对台湾明显的影响就是温度了 过去百年来平均上升了1.5度 而总降雨的日数则是少了40.9天 不过随着气候变迁加剧 未来冬季变短夏季变长 而清洗台湾的台风也会变少 这些异常的状态 恐怕会变成全人类的新日常 夹夹土石泥沙混浊洪水 中国大陆南部4月中连日遭暴雨袭击 广东地区成为重灾区 房屋倒塌 酿成死伤 不止大陆 中东地区同样降下磅磅大雨 杜拜在短短12小时内 就降下一年份的雨量 极端气候频繁出现 全球各地陆续传出暴雨洪灾 气候变迁脚步加快 各国都难逃冲击 全球气候变迁 气象署日前指出 过去百年 台湾的温度上升1.5度 年总降雨量变化不大 但降雨天数却减少 显示未来极端降雨的频率 强度都会增加 根据气象署百年来监测资料显示 台湾从1910年开始 平均温度持续上升 每10年增加0.15度 但到了近30年 每10年温度上升0.27度 而台湾年总降雨量 过去百年变化虽然不大 但总雨日却少了40.9天 显示大雨频率增加 干季越来越干 湿季越来越湿 气候走向极端化 这个干期已经过去是从秋天到冬天 现在这个干期已经延长到春天 所以我们现在要整个不下雨的时间 已经越来越长 2009年莫拉克台风 虽然只是中台 但却带来破纪录的雨量 阿里山的雨量站 总累积雨量超过3000毫米 甚至超过我国一年平均降雨量 这种极端强降雨台风 带来超大豪雨 量成严重灾情 其实2009年整体来说 不是一个小雨的年份 可是当我们把莫拉克 这三天的雨量拿掉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 就是非常的少雨年 所以就是说 这个台风虽然只有来了 但影响了大概三天 可是它三天雨量 就占了一整年的雨量 非常大的占了雨 在我们的台风 在最近30年下雨下的很多 但是它的下雨下的很多 是因为台风走得慢 所以是下雨时间变长 并不是下雨的量变大 极端降雨往往让人措手不及 气象鼠进一步指出 青台台台风个数 近几年虽然减少 但降雨强度增加 过去百年来7到9月 台风季降雨强度 每10年增加18.4毫米 秋季每10年增加19.52毫米 极端降雨 台风减少 很容易出现过雨不及的现象 气候变迁已经影响到你我这一代人的正常生活 徐晃雄也指出 如果人类继续排放过多的温室气体 气温变高 夏季不止更热 而且会更长 恐长达7个月 冬天则会越来越短 恐怕到本世季末 台湾冬天就要消失 那过去其实几十年来冬天已经缩短了三十天了 根据我们过去的定义 未来的汇聚是减少 那甚至很可能在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之下 在21世纪末了 台湾可能基本上就很难感受到我们现在有的那种冬天的感觉 它整个东西不见 气候变迁影响层面广 对下一代的冲击会更大 全球暖化早已不是未来式的警告 而是现在进行式的灾难 TVBS新闻 黄冠维 李黄龙 罗氏彭 刘燕轩 台北采访不到 肠病毒的流行期即将要到来了 而它会透过飞沫或是接触传染 潜伏期大约三到五天 生病一周之内传染力是最强的 不过痊愈之后还是会透过粪便排出持续好几个礼拜 而且病毒形态很多 得过之后还是会再感染 这几周因为肠病毒就医人数大约增加两长 显示即将进入流行期 现在流行主要是以克杀期A型为主 肠病毒分为非常多型 不同型的肠病毒会造成一些症状的差异 儿童感染肠病毒绝大部分症状轻微 有些只有像发烧或感冒一般症状 值得注意的是 有极少数会比较严重 引起无菌性脑膜炎或脑炎 急性心肌炎等重症 容易造成重症之肠病毒71型 及D68型病毒 在社区仍有零星的个案 但还好都是轻症 肠病毒传染的途径很多 可寄由粪口飞沫或是接触传染 潜伏期大约是三到五天 在生病的一周内传染力最高 不过痊愈后病毒仍可以透过粪便排出 可持续数周之久 而且由于病毒行别很多 所以得过之后还是会再感染 无法终生免疫 一般用酒精是无法杀死肠病毒 所以建议对肠接触的物体 例如我们把桌椅 床栏 玩具 或是游乐设施等等 用稀释的漂白水来消毒擦拭 肠病毒大概在三四月过后 就会开始有高峰期 门诊量会慢慢上升 台湾因为处于亚热带跟热带中间 所以其实台湾一年四季 都可以看到肠病毒的一个中绩 那原则上肠病毒部分的话 其实临床诊断 只要是临床诊重 只要是看到临床表现 那最主要的部分就会有两个 那主要的大部分就是发烧跟喉咙的破洞为主 强病毒最近其实流行率也慢慢往上跑 那不管是单纯性的 泡准性的这种咽霞炎 或者是手足口病 其实都越来越多 其实还是一样 就是因为它是经由这种飞沫 或粪口传染 那绝大部分的小朋友 大概都是比较容易是在幼稚园 或者是群聚的场所里面得到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进去这样的环境 基本上尽量能够戴口罩 然后勤洗手 那尤其是你要吃东西之前 你务必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目前虽然有肠病毒疫苗 但是只对71型 可预防肠病毒71型感染造成重症 所以一般预防措施还是很重要 加强个人卫生 常洗手 必要时戴口罩 注意环境卫生 避免接触感染者等 那大部分肠病毒感染 引起了泡整性腌夹炎 手足口病除了发烧之外 会造成儿童或婴幼儿 因腌夹出现水泡 而形成溃疡 那因为很痛 所以就不敢吞咽口水 而流口水 不敢进食或是喝水 因此很容易造成脱水 脱水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大的影响 因此水分的补充是最基本 但也是最重要的治疗项目 最近好像肠病毒的比较多 那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 按照往年来讲 肠病毒大部分是夏天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 那今年有可能是因为天气 暖和的比较快 所以肠病毒又开始 存在移动 那另外我觉得 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 大家戴口罩的关系 我们戴口罩 像往年 我们的病毒感染 因为这些小朋友 他感染的大部分上 是两三个月 因为没有戴口罩 所以小朋友一下子 全部感染 如果小朋友持续昏水 那或者是持续呕吐 会有些惊吓反射的一些状况的话 那这种就是重症的前兆 那这种可能要紧急 需要去救医 就是它会有转变成重症的几率 相对比较高 肠病毒通常比较容易是飞沫 或者是粪口的传染 小朋友可能感染到之后 可能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但是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小朋友 就会有比较一些严重的一些症状 医师提醒肠病毒感染可能会引发重症 若出现重症初期表现 像是嗜睡意识不清 活力不佳 手脚无力 持续呕吐 或呼吸急促 或心跳加快等 必须尽速就已治疗 TVBS新闻 陈如环 李国正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花莲上千余震还没完吗 西部断层是否也藏危机 他就是说这边整个洞了以后 那西部的活断层开始活跃 自家城围楼 正后房屋如何自我检测 柱子有X型的力